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一些时间点 刺激了你 然后让你变成了 现在的理由这样子 我有个朋友 他就说 其实我蛮推荐你 去看一本书的 他就是做男人的四个原型 怎么 他会不会受众太明确 他其实龙格学派的 一个心理学家 写了一本书 然后呢 他就是在讲说 古代跟现在很不一样的是 因为古代有非常非常多的仪式 让一个男孩 变成一个勇士 可是其实在 我们在长大 到现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很少 有这种仪式 是让我觉得自己说 我好像成为一个男人了 所以这个仪式 你可能要在你自己生命中 去定义它 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那本书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就是当一个小男孩 经过了仪式 变成勇士好了 他其实在勇士的梦境 常常会梦到自己暂时 就是他好像随时随地 就在接受自己 可能随时会死亡这件事情 我自己长大成为 比如说公司的老板好了 这个东西可能标函没有过 没关系 就这样 那我们继续往下一步前进 可是你怎么样 在每一次经历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自己 对待这件事情的样子 越来越像个大人 可以归纳出 当你有成长 成为大人的感觉 就是你会坦然地 接受挫折吧 你会知道世界上本来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像你想的那样进行 有一点 就这样子